对着循环 一切都有可能 一个生命的结束 是另一个生命的开始 宇宙无限大 渺小如我们 也是无限大的对立点 我有时候蛮感态的 我觉得我们人类所有的 共同的敌人 就是时间 时间非常有趣的就是 它可能也许只是我们 所有人的集体意识 因为实际上 时间也许并不存在这件事情 也有很多物理学家 都有提出了新的观点 其中当然就是有 就是量子力学 然后有很多颠覆了 相对论的一些说法 其实现在要对抗COVID 我们也是在跟时间作战 那时间也是所有 你用再多的金钱 都没有办法改变的过去 或者是你已经 失去掉的青春或时间点 那这个也是我一直在强调 所以为什么我很喜欢分秒必争 把握每分每刻 尤其是当我感觉自己 很希望能够为这个世界 为我们所在的空间环境 去做点什么事情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说 我如果现在不做 以后就没有机会做 我常常就跟很多人讲 就是do it to it go for it it's now or never 你现在不做 未来也没有时间做 尤其是我们现在在 这样子一个当下 在我们一个 几乎我们感觉到 人类可能因为病毒 而灭亡的当下 身处一个非常超写实的环境 就是一切都好像 像一场长梦一样 很多人都说 都有同样的观点 就是我们好像 不是在一个真实的世界里面 就每个人都感觉上 我们好像是在一个梦境的 超写实的一个境界里面 然后一下子 在一个混沌当中 又过了一年了 所以时间是一种 集体的意识 时间到底有没有存在 还是说我们只是为了 去把时间记录下来 我们一个人类的一个 我们去塑造一个时间感 空间感 只是为了去把握住 每一分每一秒 所以我们可以去做某些事情 然后我们知道说 自己是不是年纪又大了一岁 但除却这个部分 到底时间的意义是什么 我认为时间的意义来自于 我们因为意识到 有时间的存在 所以我们更需要 好好的把握 去思考一下 你一生当中 是不是曾经有 失去过一个真爱 失去过任何机会 或者失去过任何时间点 有一些不错的电影 我也来稍微介绍一下 主观个人去选的 只是我在想说 这些电影 其实多多少少 也有一些 我还蛮讨厌的 一些太正面的 像心灵鸡汤的东西 反而很负面的 末日的一些 dystopia 反乌托邦主义的一些片子 他还让我 或者甚至于一些 比较是在 讽刺爱情婚姻的片子 他还让我觉得说 看完之后 悲剧反而更能够激励我 或者是一些 比较倾向于一些 比较外异 一些比较 世界毁灭 人类毁灭的一些 忽然之间就充满正能量 所以就可以说是 强大的负能量底下 就把我变成一个 很正向的人 我一直蛮喜欢 有部电影 就是 Netflix这一部 蛮有趣的 你会发觉 他有一个 他有一个 session 他一个 他精选的片单当中 有一个叫做 Love Hurt 就爱伤害了你专区 相信他可能 也有考虑到 有很多人 应该是一个人过 就是没有另外一半的状态 所以他这个里面的片单 有一部 我已经有看过 就是那个 Marriage Story 就是讲婚姻的 但他并不是一个 一个happy ending 他从一开始 就是讲到 已经两个互相伤害的夫妻 已经是预备离婚了 但是有一堆很繁琐 很烦人的一些过程的 这样子的一个 一部电影 像安眠书店 英文叫YOU 那他是由那个 花边教主的 那个男主角 他来演这个 这是一个非常 奇恋的故事 那个奇 奇形的奇 奇形恋爱 他的人格 整个养成的过程 那你可以感 就是有 他的 他的整个历程 是完完全全 是烦浪漫 然后你只会看到一些 雪淋淋的 蛮多很黑色幽默 尤其他 讲到 他从纽约 一路杀杀杀杀 然后就是把街灵油杀掉 然后一直到LA又开始杀杀杀 然后最终他杀杀杀的过程当中 他碰到了一个比他还恐怖的对象 而且他讲到整个LA 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 有一个有几个梗 大概就是东岸过去LA那边的人会感受到 因为我刚去LA 有时候也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LA的人这么喜欢生机饮食 然后每个人都整天就是新 就是一些new age练瑜伽 都很很乐活 很健康 每天都要打一堆那种 好像用一堆粉状物体 就做一个 做一杯健康饮料 然后都要吃游击的 然后后来我发觉 有个很有趣的 就是LA LA其实整个加州也是 美最早就是可以让大妈全面合法化 然后你会发觉 LA很有趣的就是 那边的人还特别着重排毒 排毒这件事情 在这个 尤其在这个 讲LA这一段 从安眠书店 从那个纽约到LA这一段 那男主角他就发觉说 他走进了这个 好健康的生机饮食店 然后他的老板 也就是所谓的就富二代 那位富家千金 爸妈很有钱 给他开了一个 有机的一个超市 然后后来 他就觉得 他终于碰到了一个 理想的情人 结果 这边剧透就不要太多了 因为这个黑色幽默 这个梗 是真的很有趣 就比较赛博旁客 首先就我蛮喜欢 盈翼杀手 Blade Runner 那他的主题曲 然后到他整个 讲到这整个 空间的疏离感 然后未来世界 AI啊 机器人 他会取代了 我们所有人类的工作 那这个时候 盈翼杀手 他是要结束 这一些 这些 机器人的命运 就是这一些所谓 他们那个 他们这种叫做 重生人 有个日本动画片 也是很久了 新世纪福音战士 完全也是 反乌托邦的 尤其是 亚当夏娃 一直是我 蛮感兴趣 亚当夏娃 这个故事 是 圣经当中 旧约圣经 里面写到 关于我们人类的起源 我们所有人都是 亚当夏娃的后代 那夏娃是 亚当的一块肋骨 然后这包含 当然有一个 生命之术 跟智慧之术 因为我在 去 我在开始 就是做创作 然后到 从今年 我开始 在创作NFT 我一开始 就用了 亚当夏娃 这个梗 这个这样子的一段 旧约当中 技术的一段故事 去发想 因为我常常也在想 人类的起源 尤其是我们现在在一个 好像已经在 末世当中 那我常常 后来我去研究 去大都会博物馆 去找这些 公众的 public domain 这些图库的时候 我就看到说 哎 真的让我有点 觉得蛮困扰的 为什么 感觉上 天使要去杀亚当 因为有蛮多 过去的一些艺术家 他们做的一些 一些这个石刻图啊 一些比较古老的 一些图片 就是从这些图片 文献里面看到 上帝派天使 去追杀亚当 然后夏娃 做错了事情 是因为他吃了晋果 然后是因为蛇去 诱惑了他 让他吃了智慧 生命 因为他有个生命之处 跟智慧之处啊 可是为什么 其实上帝他不希望 人类去吃智慧之处的果 这整个故事 呃 OK 我要先做一个 免责声明 因为我没有宗教 我也不是凡宗教 而是没有信仰 那我是比较喜欢 科学的那一种 但是这个对我来讲 我一切只是好奇 我想去探索 这些东西 这些画面 让我去思考 这个有点 让我困惑啊 那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人类的设定 其实你去设想 那后来 我刚好看到老高与小木 他也有讲到 这个亚当跟夏娃的设定 还真的很像AI人工智慧 就是上帝 有点像是一种更高的存在 他去设定 一切就像programming一样 他已经去写了一个程式出来 所以亚当跟夏娃是人工智慧 他可以是很聪明 然后他可以是一切的起源 可是他又不能够取代 更高的存在 就是也许有我们 更上一层的一个维度的存在 像神的存在 这种 这类的思考模式 所以 像《引逸杀手》是其中一部嘛 然后当然有那个 Love Sex Robot 还有像那个 我蛮喜欢有部片子啊 很久以前看的 因为他是一个写点电影 所以 所以咧 他有一个 我还 其实我还没有重新看过 我只是把这个片单箱 先加进来 他有一个 有一段 我印象特别深刻 就是 里面其中有一些人 他们一直以为说 他们可以上天堂 就是上天堂 就是 所以他们都 很开心 就是一直看 就是排队会去 就是要上天堂 一个非常非常残酷的一个真相 那个真相就是 他们并不是上天堂了 而是这些人类 他们是被做成了罐头 然后这些罐头 再来喂养下一代的人 其他的剧情 因为他这个剧情 因为他这个剧情 整个是非线性的 因为他是个写点电影 他这个Cult Science 所以这部片子也是 当然这个彻底的反乌托庞 也是彻底的赛博庞克 所以赛博庞克就是 一种世界已经毁灭了 因为我们人类自己 去毁灭了他 像是一个非常 没有乌托庞 没有天堂的这种 所以这部电影 是非常的彻底 那剧透我也不讲 而且他剧情还蛮长的 如果说你看不懂也没关系 因为他其实也蛮好的 一个催眠一点 我要介绍纪录片 这部纪录片 我蛮喜欢看纪录片 有时候 这部片 如果你要了解美国 真正的美国 你要去看这部叫虎王 Tiger King 他底下的美国人 甚至于我觉得美国人 他们蛮愿意去讽刺自己 因为你如果没有看这部纪录片 你无法了解真正的美国 真正的美国是中西部 是乡下 而不是纽约 不是洛杉矶 不是San Francisco 不是旧金山 是真正的 真正的美国就是Tiger King 这部纪录片 然后这部纪录片 它反的是什么 它反的是一些 比较伪善的美国人 还有真正一些美国的 中下阶层的一个生活 一个真正的美国 其实还是属于一个 比较农业社会 甚至你会发觉说 哇天哪 美国人真是疯啊 这个wellwellwest 这个狂野的西方 原来很多人 到现在还会把 养老虎这件事情 当成就是像 我们在养猫狗 养蠢狗 有这么crazy 这么疯狂的事情 还有很多骗单啦 但是 基本上来讲 这几部 我认为说 特别可以推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看不吝点赞 这个编曲 这个编曲 是最终的 小伙子 优优独播放 非常简单 我